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正是三文鱼养殖进入春季捕捞和鱼苗定乡的关键时期 当地牧民正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春耕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的天运三文鱼养殖基地 这也是西北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冷水三文鱼基地 那它的面积呢有将近十万亩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这儿的气候冷凉所以它这个年平均的水温呢一直在12度左右 非常适合冷水三文鱼的生长 那每天这里大约能出产10吨以上的鲜鱼 这些鲜鱼在经过迅速的低温处理之后呢 会以最新鲜的状态用空运运到全国各地去 这一片养殖三文鱼的水上田园呢 其实可以说是一边在收获那一边呢是在水上春耕 我们看那边呢正在进行春季的鱼苗定香 就是每年春天的时候呢养殖基地都会从自己的孵化中心里 把长到十几二十公分的这个小鱼苗运到这儿来 然后根据它的个头大小的不同分成不同的等级 然后定制到不同的网香 那在接下来的养殖过程当中呢 也会给它们定制不同的营养餐来进行科学的养殖 那这几天呢大约是会有50万维小鱼苗投入到生产当中 听起来感觉很复杂 但实际上整个这个过程呢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 不管是这个风集技术还是投放 只需要一个风集器就可以全部一次性的完成 真的是有了科技的助力一切都会变得简单